许多人以为保险套越薄 越能接近无套的感受 目前市售厚度0.04mm以下的保险套 都是由聚氨值制成 但是因为聚氨值的弹性比乳较差 所以在使用的时候建议要搭配 以免造成保险套破裂 正确用药保平安 常备药品求新安 大家好 我是小小药师陈宜安 带了这么久的保险套 你真的带对了吗 保险套可不是套上就好 即使你有正确的使用保险套 还是有5%的几率可能中奖 更何况不会带套的你 中奖率更是大幅提升 到底要怎么样避免早早当孩子的爹娘呢 爸爸 今天就赶快跟着我们一起看下去 检查你的使用方法到底正不正确吧 尺寸不合的保险套 除了让男性在佩戴时感到不适之外 也会降低避孕的效果 可能导致精液外漏或者是保险套破裂的问题 因此正确的挑选尺寸是非常重要的 保险套的尺寸呢是用扩度来做区分 扩度就是保险套圆周长的一半 可以在阴晶勃起的状态呢在家里用软齿或者是量齿测量周长之后再除以2 就是我们所谓的扩度 那如果说不会量测的话呢也可以去找这样子的保险套凑量尺来进行量测 那么请阿鹅来我们示范一下 使用的方式呢就是这样子绕一圈找到对应的尺寸 像这边显示的部分是60 找到正确的尺寸呢就可以对照不同的尺寸去做选购 如果在购买的时候没有找到满意的规格的话也可以询问店家在做购买 市售的保险套材质主要分成乳胶跟聚氨值两种 乳胶它的延展性比较好比较耐摩擦但是就是会有一个橡胶味 因为材质特性的关系没有办法做的太薄 比较适合特别敏感的族群 目前市售厚度0.04mm以下的保险套都是由聚氨值制成 但是因为聚氨值的弹性比乳较差 所以在使用的时候建议要搭配水性的润滑剂 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保险套本身已经含有润滑剂 所以不建议再搭配油性的润滑剂或者是凡事0 以免造成保险套破裂 如果有需要要记得选用水性的润滑剂 以免损坏保险套哦 许多人以为保险套越薄越能接近无套的感受 但其实保险套的厚薄差异并不大 厚度低于0.04mm的保险套 耐磨性也比较差 建议要搭配润滑液辅助 适度的润滑也能帮助彼此达到有感的境界 只要是胃腹部合可的产品 安全性都没有太大的差异 在选购前应该要认明有胃腹部合可的许可证标章 如果产品有额外添加的成分 可能会导致过敏 若是严重的过敏状况发生 建议大家还是要尽速就义喔 保险套其实有分阵反面 佩戴前应该要多加留意 如果佩戴错误可能会造成不适 甚至是在过程中有罚突的风险 如果保险套戴反了 会发现保险套无法顺利推置笔布 这个时候并不建议直接翻面重戴 因为含有精益的提议 可能已经沾附在保险套上了 过程中如果发现保险套戴反 则建议要更换新的保险套比较安全喔 配戴之前呢 应该要将前端的空气排除再做佩戴 以免空气留在里面 造成保险套不服贴 或者是有破洞的问题 结束之后呢 应该要完全撤出题外 才可以将保险套拿下来 以防精益有露出的问题 如果没有专业的储存方式 精子在体外存活的时间是非常短的 想要成功受孕 至少需要2000万以上的精子 因此人工到精益的方式怀孕 是不太可能的喔 保险套是大众普遍使用的避孕方式 但根据调查 有74.5%的男性 在佩戴前是不会检查保存期限的 过期的保险套 弹性跟韧性都会受到影响 除了增加破裂的风险 还可能会导致细菌感染 因此提醒大家 在佩戴前都应该要检查保存期限 不要用到过期的保险套喔 也可以找这样子的保险套测量子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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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吃吃 喜欢我们的影片请帮忙按个喜欢 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